老游时谈,大家好,我是老游 关注美国大选 今天我们主要来谈一谈 哈里斯昨天去亚利桑那边境拍照打卡的事情 他在边境墙拍完照打完卡之后 又在当地发表了一个演讲 果然不出所料 他将边境危机的责任推给了川普 指责川普破坏边境安全法 与此同时,就在哈里斯飞往亚利桑那的途中 共和党这边发布了一份报告 根据这个报告的数据显示 目前居住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 15000多人是杀人犯 是已经被定罪或被指控犯有杀人罪的非法移民 好,一会儿我们来详细解读 哈里斯这个时候前往边境的目的和原因到底是什么 之前从来不去边境 现在马上要选举了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边境 去了一趟边境 摆拍了几张照片 就能挽回他在移民问题上的劣势吗 一会儿我们来分析 在谈论今天的话题之前 我在这儿先跟大家通报一个访谈信息 今晚美东时间9点半 美西时间7点半 在我们的频道会有一期我对加州华裔律师刘龙珠先生的访谈节目 目前刘律师正在代表共和党参加加州第49区众议院议员的选举 通过交流我发现 刘律师和我的价值理念 我们基本是相同的 我们都支持川普 反对哈里斯 因此就促成了我们的这次访谈 在一个小时的访谈中 我们谈了四个话题 第一 为什么支持川普 反对哈里斯 第二 加州为什么要纵容犯罪 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第三 我请刘律师从专业的法律角度 对川普的封口废案进行了解读 第四 作为星云大师的外审 他的佛学禅宗 对您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否产生影响 这就是今天我们访谈的四大话题 请大家到时收看 另外 如果你是加州第49选区的选民 也希望您能够支持刘律师 至于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他 请您观看今晚的节目 我相信您听完他的谈话之后 应该会做出自己的决定 希望大家今晚关注 在谈论哈里斯访问边境这个话题之前 今天还有一个突发新闻 在这里向大家通报一下 据以色列国防军宣布 昨天9月27号 在对黎巴嫩贝鲁特的空袭中 以色列击毙了由伊朗支持的珍珠党领导人 哈桑纳斯鲁拉 随后珍珠党证实了纳斯鲁拉的死讯 据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称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安全机构的精准情报 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珍珠党恐怖组织的中央总部 进行了定点袭击 该总部位于贝鲁特达西耶地区一栋住宅楼的地下 袭击发生时珍珠党的高层指挥系统正在总部开展 针对以色列公民的恐怖活动 据以色列国防军称 纳斯鲁拉是珍珠党的核心决策者和战略领导者 他杀害了大批以色列平民和士兵 并策划和实施了世界各地数千起恐怖活动 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五声称 美国没有参与以色列的行动 以色列也没有提前发出警告 对此有分析认为 由于纳斯鲁拉与伊朗关系密切 他的死将是以色列的一次重大胜利 据民主防御基金会高级顾问 李奇·戈德堡在分析中指出 纳斯鲁拉掌控着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这不仅是珍珠党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战略转交点 也是伊朗的战略转交点 我们应该假设伊朗革命卫队实际上是幕后操纵者 他说哈梅内伊显然已在最近几周做出决定 避免引发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的袭击 人们并不想看到纳斯鲁拉接替苏莱曼尼 成为哈梅内伊的高级战略师 另外据路透社报道 就在以色列军方宣布 已击毙珍珠党领袖纳斯鲁拉后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被转移到安全地点 并已经加强保护 据消息人士称伊朗与珍珠党及其他地区的盟友保持密切联系 以确定下一步行动 好 那么这个就是中东最新的动态 下一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 哈梅内伊会不会发起反击 中东战火是否会进一步蔓延 让我们继续关注 其实这些国际动态都会对美国总统的选举 产生一定的影响 昨天27号 哈里斯自成为总统候选人以来 首次出访南部边境 同时也是他担任副总统以来 第二次访问南部边境 首先他去了亚利桑那州 深受非法移民危害的边境城市道格拉斯 并且在边境官员的陪同下 在边境墙前拍了照打了卡 并且遭到共和党人的痛骂 你平时连个鬼影都见不着 现在要选举了 想要我们的选票了 你来了 你现在来这干啥 甚至还有当地议员要求他停止拍照 并为制造了边境危机而道歉 拍完照打完卡之后 哈里斯又在当地的一所学校体育馆内发表了演讲 并且在演讲中承诺 说他将打击非法移民 同时他也没忘批评川普 他说对于那些非法越境的人 他们将被逮捕驱逐 并禁止五年内再次入境 我们将对屡次违法者提起更严厉的刑事指控 如果有人没有在合法入境点提出庇护申请 而是非法越境 他们将被禁止获得庇护 虽然我们理解很多人迫切希望移民到美国 但我们的系统必须有序和安全 这个话我怎么感觉 这应该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或者是应该说给拜登听的 过去三年多来 不正是因为你们没有对非法越境者采取行动 才导致数百万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吗 如果你觉得美国的移民系统必须有序 必须安全 那么你和那个老头是否应该为过去三年多来 所做的边境恶行而负责呢 没错 边境确实需要有序安全 但是你和拜登的政策 给边境的有序和安全带来了什么样的危机 这个责任是你承担还是拜登承担 你选一个吧 选谁呢 哈利斯说了 两个我都不选 我选川普 你看这就是他的选择 这都是川普的责任 是因为川普反对边境安全法案 而且在他执政的四年 他什么也没干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修复我们破碎的移民制度 你别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这确实是哈利斯说的 他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川普 我给大家看一下原文 对我们的国家实施产生结果 但尔纳德 克朗普却拒绝了他拿起电话并打电话的 国会的一些朋友说停止该法案 因为你看到他更喜欢解决问题 而不是解决问题 美国人民带领一位各公司边境安全 而不是玩政治游戏和贵林政治的总统 掌声 听起 看到了吧 我们见过不要脸的 但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美国的边境危机 连个傻子都明白 这就是拜登和哈利斯的问题 他竟然眼睁睁的 睁眼说瞎话 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川普 另外他还在演讲中提到 说他将与民主党和共和党合作 解决边境问题 并表示他拒绝在确保边境安全 和建立安全有序和人道的移民制度之间 做出错误的选择 我们可以也必须两者兼顾 我们必须两者兼顾 这是他说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又是一个既要又要的骑墙动作 看来 哈利斯最擅长的就是骑墙 总这么骑下去 就不怕裤裆磨破了吗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他又是在偷换概念 又把移民和非法移民的概念 进行了偷粮换注 没有人说不对难民进行收容 也没有人否定对难民进行人道庇护 但是你是一个主权国家 一切与国家主权有关的政策行动 是不是应该要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 如果你通过立法 通过合法的庇护渠道 哪怕你每年把这个庇护人数 提升他的这个人数 从十几万上升到几十万 你甚至上升到一百万 只要是合法的 你国会通过的 谁也没意见 至少合法进入美国的移民 身份背景 这是安全的吧 但是现在呢 大开国门 不做任何背景调查 数百万不知身份的非法移民 全都拥进了美国 而且进来之后 你还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里面可能有杀人犯 有强奸犯 有毒贩 他们可能就住在 你家或我家附近 你说这是一个正常的政府 能干出来的事情吗 这个责任 你就是说过天了 也推卸不了 拜登和哈里斯 必须为美国的非法移民危机 负全责 其实哈里斯他自己也知道 他这会儿去南部边境 没有任何意义 你别看 在演讲的时候 现场气氛还挺热烈 呼声还挺高 你不知道 坐的这都是什么人 是不是大巴车拉来的 或者找的 其实可能就是一些 同温层的支持者 其实向同温层选民 发表演讲 意义不大 你就是不去边境 他们也还是会投你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中间选民 哈里斯这会儿之所以冒着不要脸的风险去边境打卡拍照 并且不顾事实的在边境问题上攻击川普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亚利桑那州的民调数据翻转了 原来亚利桑那都是哈里斯领先的 现在民调的优势纷纷转向川普 而亚利桑那又是个摇摆转 所以他硬着头皮也得去 明知自己的反击没有任何效果 但是他也得装一只煮熟的鸭子 嘴必须还得死硬死硬的 其实对于中间叛选民来说 我觉得哈里斯的这个边境之行 还不如不去呢 不去大家也就这么回事了 有些人可能在糊里糊涂之下 就把票没准就投给他了 但是你现在这么一去 还把责任推给川普 你这么一闹 不是又把这个话题给删起来了吗 本来边境城市的那些选民 心中就有点火 被这么一删 这个伙势可能就变大了 你们把边境搞成了这样 不仅不道歉 不认错 还把责任推给别人 只要是明眼人 只要不是傻子都明白 边境危机跟川普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川普在任时 他是一直提倡建墙的 怎么建墙的 反倒成了边境问题的责任人 而大开国门 放人进来的 反对建墙的 这对男女 倒没责任 你说 这还有道理吗 你们都把美国人民当傻子 那是不是 我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现场 还有那么多人 为哈里斯鼓掌的 肯定是大巴车拉来的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 这份关于非法移民犯罪的数据报告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据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向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钢萨雷斯提供的数据显示 目前居住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中 已有15000多人被定罪 或被指控犯有杀人罪 据这份报告显示 截至2024年7月21号 ICE 也就是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在ICE的全国案件清单上 共有662566名 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 其中13099人 是被确认的杀人犯 这13000多人 是目前当局已知的 居住在美国的 被判犯有杀人罪 并未被拘留的非法移民 以及还有1845名非法移民 被指控犯有杀人罪 加起来总共是14944人 加近15000名杀人犯 在无拘无束的情况下 进入了美国 而这些人 现在他们到底在哪里 未来他们又会干嘛 这些我们都无法预计 另外说在这些罪犯中 还包括2万多名性犯罪者 其中有523人 因涉嫌强奸罪 已被ICE拘留 另外还有2万061人 未被拘留 这2万多涉嫌强奸的 非法移民 没准就在你家边上 此外 说还有超过10万名 犯有袭击罪的罪犯 这些人有些已被定罪 有些正在被指控 但这些罪犯 目前都没有被拘留 据ICE表示 在这些犯罪团伙中 包括很多 不与联邦移民当局合作的 庇护州和城市的居民 其中包括哈里斯的家乡 加州 以及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 在这儿呢 我想引用刘龙珠律师的一句话 谁提名这个 你们加州州议会 我选上去 选举说 我同意这个法案 我把他们名字全部找出来 地址找出来 然后呢 我让每个散乱犯 抱着他们家旁边坐邻居去 看他们什么感受 对吧 我说我出钱 我就找到你们家门口 你们家这个房租地面 有房租出租的 说3500 5000个月 我出这个钱 我跟散乱犯说 你说什么 你的房租我来付 你就住在当时支持这个法案的 议员的对面 看到什么感觉 所以说庇护城市的这些民主党议员 都是一些什么人 你要是真把这些非法移民 这些罪犯 送到了他们家门口 他们就该骂你了 就像纽约的那位黑人市长 那么多的非法客人 没来之前 那庇护口号喊的比谁都想 结果 当我们的那位埃博特州长 一车接一车地 把这些客人都送到了纽约和芝加哥 这下该哭了 和拜登的那只友谊的小船 也翻了 所以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我觉得 现在处理非法移民 最好的办法 就是大家集资 把那些有暗底的非法移民罪犯 全都悬赏过来 让埃博特派几辆车 让刘律师负责租房 分头将这些非法移民罪犯 派送到拜登家 哈里斯家 佩洛西家 还有纽约的舒默他们家 不用租太近的房子 只要在一个社区就行 你看这些人跳不跳脚 我觉得刘律师的这个策略可行 非常好 让他们自己也尝一尝 自己种下的恶果 最后 我们再提醒一下各位 今晚美东时间九点半 美西时间七点半 欢迎大家收看 对加州共和党第四十九选区 众议院议员候选人 刘龙珠律师的访谈时录 欢迎收看 不见不散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迷惑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方向 我们一直都在埋怨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心平气和 我们一直都在坚守的方向 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信仰 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边光亮 深思两头坐呀看呀 情啊中啊怎么点亮 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什么 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什么 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什么